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近日在华盛顿举办 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同意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有记者在10月15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问 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的问题上 态度是否一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 美方说的是实际情况 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 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 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此外耿爽15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还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 包括大豆200万吨 猪肉70万吨 高粮70万吨 小麦23万吨 棉花32万吨 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节奏 与此同时 美方决定暂缓实施15日生效的上调 对华加征关税举措 稍后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并宣布美中经贸磋商取得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 希望双方团队及早确定第一阶段协议文本 他还强调 我们距结束贸易战非常接近了 特朗普还称 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达成了协议 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细节 实际上双方在宣布达成协议时 并没有包括很多的细节 这一协议目前仍然是原则性协议 特朗普表示可能需要五周时间来达成一致的内容 形成文字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如果一切顺利 他下月将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一部门协议 至于牵扯以及受伤最严重的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的处理方式 特朗普政府表示 该问题未列入这一次的协议中将分开处理 这就意味着华为今年五月被列入实体清单的问题 将在第二阶段谈判中进行讨论 而第一阶段最终协议签署的成功与否 也就直接决定着华为接下来的命运了 贸易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些利好消息 首先就是特朗普华丽转身欢迎留学生 在他上台以来 特别是贸易战期间 他曾多次指控中国留学生多为间谍 要求加以控制 但特朗普昨天却说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大学系统 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个水平 之所以优良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们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我们不会把它变难 我们将为所有人做到这一点 对此番言论 TV君也是一脸懵逼不置可否 不过中国学生面临签证变难的问题 或许就应声而解了 大家可以该回国回国 该离境离境 再也不怕回不来了 对此我们还是要鼓掌庆祝的